而卵比雷達位於台灣南端 坐落在由草原公路支撐的嘉額公路旁 不分日夜 守望南部航路 以滿滿朝氣迎接每日的挑戰 就如同飛航服務總台 全年無休並致力於提供完整且安全的飛航服務 台北飛航情報區位於東亞枢紐位置 航行量隨著全球航空運輸業發展而逐漸攀升 而雷達是攸關航機動態監視及空中交通安全最重要的主航設施 就像是管制員的眼睛 用以偵測航機方位、距離、高度等資訊 提供管制員精準掌握航機動態 確保飛航安全 而在日趨繁忙的台北飛航情報區 如何透過雷達設備精確追蹤航機動態 目前總台於全台灣建置有九座終端雷達及兩座長程雷達 而俄蘭比雷達為國內兩座長程雷達之一 為往來港澳、東南亞、紐澳及歐洲等航機提供監視服務 民國76年政府開放天空 航行量大幅成長 當時監視服務除運用中端雷達外 長程航路監視多仰賴軍方雷達信號 總台為完善本區雷達涵蓋 於82年奉行政院合定 興建三雕角及俄蘭比兩座長程雷達 自83年3月起動工 第16年6個月完成 並於90年1月10日正式啟用 為我國過境及離島航機 開啟全面化雷達管制服務新紀元 俄蘭比雷達自90年啟用期間 使用將近20年 為確保設備正常運作 期間總台雖加強維護保養 讓人面臨組建後續補充補益 及維護成本予以增加等問題 為維持雷達裝備妥善運作 確保監視技術與國際接軌 總台奉准自108至110年 辦理太換工程 全面換裝初級雷達 及提升G-MOD S 功能之刺激雷達 經費為兩億七千萬元 以提供更精準的航機監視服務 俄蘭比雷達高度23.99公尺 求兆太換工程須在高空施作 因此須在連續數天無雨 風速較小的情形下才能進行 而雷達在110年4月26日停機執行太換後 面臨未除風口 周邊無遮蔽物 亦有強風 且位於墾丁國家公園 遊客較多等挑戰 施工團隊需訂定 詳細的施工計劃 與交通維持計劃 謹慎進行每一步驟 確保作業安全 俄蘭比舊雷達球罩 由131片共約9千顆螺絲組成 總重量達7.8公噸 經過施工團隊詳細評估後 在周邊腹地較為廣闊 且平坦的情況下 採用一次性雕掛方式 拆除救球罩及雷達天線設備 雷達興建期間 應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面臨國外原廠設備生產、 進口及原廠技師抵台時程 無法掌握等挑戰 總台成立工作小組 積極應處與列管 並與國外原廠密切合作 確保工程推動順利 在國外原廠技師團隊抵達後 接續進行新天線與新球罩安裝作業 新球罩由101片 共約8千顆螺絲組成 總重量達5.2公噸 另外 為因應台灣的特殊氣候環境 球罩基座是以傳播用特殊塗料作為保護 增強耐用度 新一代雷達轉速約10秒一轉 提供即時與精準的航機定位資訊 分為初級雷達與次級雷達 初級雷達發射電磁波 偵測到航機後反射 以往返時間與雷達旋轉角度 獲得該航機距離與方位資訊 涵蓋範圍達半徑220米 容量達1000架次 次級雷達以主動詢問方式 透過航機機載設備 利用疑問一達來偵測 該航機代碼、高度、距離及方位等資訊 本次新增具Mode-X功能 提升雷達詢問效率及航機定位精確度 涵蓋範圍達半徑250米 容量達900架次 另外 新一代雷達更具備強化處理 以惡劣天候產生之雜波 無限基地台干擾與 繁忙空域雷達軌跡偵測等能力 讓飛航安全更有保障 硬體安裝完成後 接續進行參數調整、試運轉、陣地驗收測試 720小時信心測試、訓練等階段 並由民航局飛測機協助飛測驗證 及通過航管系統精確度調教 符合航機隔離標準後 提供與管制員使用 鵝鑾鼻新一代雷達正式啟用後 為往來台北飛航情報區之航機 提供更精確、更有效率之雷達管制服務 提升安全水準與飛航服務品質 未來 民航局飛航服務總台將再接再厲 以安全為最高前提 秉持用心、貼心及創新精神 持續打造更安全、便捷、效率的飛航服務環境